不过上山之小的反抗能力还是很强的 在地面缠动中 杨建平略微有些吃力 起初想用手臂十字步想不对手 奈何日本选手的力量也不小 很难布置有效的坐击 随后杨建平持续在上位施压 逐渐扩大自己的战火 时间过去不久 日本选手不甘心被压制 想要靠身位翻转 百突控制 但杨建平在瞬间就卡住了上山之小的脖子 随即就开始施展断头台 身处劣势的日本选手不断挣扎 试图摆脱杨建平的断头台 不过杨建平使出了浑身力气 没一会儿日本选手就没了动静 这个时候只要是杨建平能够把腿挂到 挂得再高一点 有没有 看能不能翻过去 如果说是翻过去可能就要睡着了 你再结束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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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断头成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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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断头成功